鸡尺骑士全副武装防晒来到高雄 尽管年底了还是看不到冬天迹象 让民众直呼想吃冰消暑一下 大家还在穿短袖 对啊 满热的所以就吃冰了 一口接一口感受透心凉 来到古山渡船头一带并垫一条街 业者忙碌的手没停过 大概冬天会到大概三成的业绩 对对对 今年因为感觉比较软冬 还有鱼市场的开幕 所以让今年的业绩又比较好一点 就疫情前的来估存的话 大概现在的大概回来 还有八成以上的客人 后疫情时期 暖冬助攻还有古山渡轮站和鱼市场 带来人潮 让冰店业者笑哈哈 对冬季业绩信心满满 原来是台北高雄 总和报道